但是如果老是不焦的时候会把皮肤拔破 只要轻轻地压破它的一个周边 让它进气 它就放松了 这是拔火罐 后来韩国人发明了抽气罐 就方便多了 所以呢 应该回复到最古老的方式 正确的方式 也就是刮沙与拔罐 必须要同时的应用 拔罐器里面有13个罐子 这13个罐子依其部位的不同 而有大小的分别 我们选适宜的罐子 在它需要的部位上 只要套上抽气筒 轻轻地拉两下 不需要过度的用力 这样子就可以把罐子 互夺在皮肤上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拔罐 那么在拔罐的实施中 就是我们刚刚的梅花针 轻扣皮层 然后再拔罐 里面的沙就会出来了 在我们把这个罐子拿起来的时候 它很简易 只要轻轻地把它这上面的活塞 放松 它就拿起来了 不需要用力地拔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再做一次的就是扣针与拔罐 轻轻地敲击皮层 不需大力 大约二三十下 然后同样地抽两下到三下 它里面的沙淤血就涌出 抽气几筒 它简单 造型简单 它耐用 力量大 不容易损坏 一般大约可以用到五年到十年 它很简易 很方便 力量很够 它不容易损坏 唯一的必须背上的时候 有人 另外一个人呢 来帮你拔 才有办法拔造 另外一种枪型的 枪型的造型美观 方便 可以自己单手操作 可以单手操作 但是它的缺点是 力量不够 容易损坏 这两种 在学会 在各地都可以购买得到 啾 用火去熏烤 刮沙拔罐的部位 去熏烤穴道 达到治病的一个 调病的一个功效 这个啾 它所应用的器材 第一个是艾草 这个叫做大艾条 每一盒有十条 艾条呢 是由艾草 所做成的 这个艾草呢 要稍微注意到它 不可以太绿色 太绿色的话呢 是不好的 第二个呢 它不可以用太阳晒 现在很多人因为赶时间 所以品质没有注意到 用太阳晒呢 它的效果呢 很少 很低位 甚至于没有效果 它必须要用风干的 那么这艾草呢 我们把它点着以后 直接去揪我们的穴位 或者是揪我们刚刚拔罐过的地方 那么因为它容易烫伤 不容易掌握它的距离 所以就有揪罐 这个叫揪罐的花弥 这个揪罐把大艾条点凿以后 轻轻地从上部插入 插到下部的中间一半 然后直接来揪我们的穴位 或揪我们的这个拔罐的地方 但是它有一个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缺点 就是越痛越好 越酒越好 越黑越好 熏得越烧得越热越好 这是错误的 其实它有一定的原理 所以在揪的时候 基本上不要超过三分钟 这样子它达到了功效 然后我们每一天要做 这才是揪的基本原理以及目的 那么这是一种大艾条 以及揪罐的揪法 这边有一个揪柄 主要是方便可以揪到我们的身的背后 身体任何一个地方 而不需要弯腰驼背 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很不舒畅 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好的地方 B型肝源的条是 第一个刮颈部三条 先中后左再右 然后再刮背三条 背三条刮好以后 我们会发觉到 这个地方特别的肿胀 这个地方它就是B型肝源的基础 我们在这里做拔罐 空灌以后轻轻的敲击 局部 可以连续做三罐 明天休息 隔日再做 慢慢的这地方里面的淤积 压迫神经的淤血会去除掉 小孩子指甲长不长 情绪不稳定 所以基础上是肝脏功能 需要加强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的小朋友呢 很多时候容易气不顺 气不顺主要是刮中间这一条 叫韧脉 轻轻地刮以后 我们在这地方可以拔罐 肿的地方可以拔罐 第二个呢 我们的小朋友呢 情绪不稳定 它影响内分泌 内分泌的部位呢 在哪里呢 在耳朵后面 我们轻轻地摸摸看 耳朵后面 这有两条肿的地方 那我们一般是 先刮正中心脊椎 再刮左边 左边耳朵后面 再刮右边耳朵后面 这两条 颈的地方 我轻轻把它画一下 轻轻把它画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摸起来有点轻轻肿的地方 这样一条 这样刮起来 两边这样就可以 然后呢 肝脏的位置呢 在背上 两个肩胛骨的下缘 平这一段开始 这个地方是由情绪 肝脏功能的影响在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地方是肿的 这个地方是肿的 那小朋友的肩胛骨 看不到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基本上 是已经肿起来了 所以我们先刮中间 这一条 然后刮左边 中间 左边 右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这一段刮沙以后呢 它这个地方肿的 我们把它拔罐 因为小朋友呢 这个梅花针 我们一般开始都不用 我们就直接拔罐 直接拔罐它有放松的功能 不拔紧 轻轻的 就在这个肿的地方 轻轻的拉两三下 小朋友很好玩 那么不要超过三分钟 不会起水泡 然后轻轻的把活塞放松 然后套上去再拔 你看 所以它这个情况的淤晒 属于相当严重的 还不到两秒钟 它的整个颜色就出现了 这就表示 里面淤积的比较重 淤积的比较重 我们再拔一次 然后把它换好 像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么它绝对 那么能够怎么样 帮助它 把这个地方的经脉 活络 通畅掉 所以 像这种情况 它的主要就是要持续做 很重要 持续做 在周边 有种的地方 都可以拔 像虎种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大部分是腰肾功能不好 腰肾功能不好 尤其是这一个周边 不能虎种 在周边虎种的时候 它影响到护科的毛病 所以像这怀骨都不见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刮痧 拔罐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在中国针灸里面来讲 这是圣经 圣经来讲的话 皮筋 它都是阻湿气 所以湿气非常的重 脚部呢 我们一般是青瓜 像这个已经肿到怎么样 骨头在里面 骨头在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是肿的 肿的话 它这个地方堵在到 所以脚就会酸 就会痛 就会没有力 那我们一般刮痧以后 就直接拔这个肿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把它拔掉 那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扣针拔 扣针拔 它这个脏东西呢 才容易快速的清除 快速的清除 那么我们轻轻的扣针 轻轻的扣针 像这个地方都是整个肿 你这个已经肿很久了 肿三十几年了 对 三十几年早应该做了 快四十年 快四十年 肿太久了 像这个地方都可以做 这地方是静脉 像这种静脉曲张 它可以直接做 脚部不舒服呢 腰部一般是主要的关键点 因为所有脚部的神经 全部是从腰部去的 所以呢 像我们这位太太呢 她这个腰痠背痛呢 也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刮腰部的三条 先刮中间的督脉 然后刮左边 然后刮右边 然后像这个地方 肿脏的地方 这个肉多的地方 像这些地方呢 都是我们拔罐的地方 所以一般在这个肩胛骨下缘 有肿脏的时候 那么它基本上是 由情绪引起的消化性溃疡 或者情绪引起的 心脏方面的疾病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它做刮沙八怪 那么背部的三条 最主要的是中间这一条 然后第二条是 左边肩胛骨 跟脊椎中间的这一条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一条已经不见了 要早摸这个肩胛骨 摸到 摸到在这个地方刮的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慢慢地就出沙 慢慢地就肿脏 这个肿脏就代表这条水沟里面 堵了脏东西 你堵了脏东西以后 不把这个脏东西清除的话 这个病不会好 所以我们发觉很多人的疾病 一直在好好坏坏中 吃药打针 只是暂时性的一种抑制 因为这个后面没有办法好 按摩推拿 基本上还是只是暂时性的 所以必须要从这个地方呢 像把这个群取除掉 这个地方在针灸叫做隔疏 专治情绪不好 引起的心脏 或者是消化性溃疡的疾病 肤科病其实跟男性病一样 肚脐的正后方 这个叫命门 脊椎骨由命门的地方向下刮 刮到尾骨的地方 那么这一段呢 它是我们的神经通到前面 管下腹部 像卵巢 子宫 睾丸 射护腺 这个膀胱 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小肠 那么都由这个地方的神经呢 在掌管 尤其很多的护女呢 生过孩子以后呢 没有做好月子 这个腰部呢 会有酸冷的这种现象 所以有酸冷的现象 腰酸被痛以后呢 所有的护科病几乎都是死好死坏 主要就是这个地方 它造成了淤塞 造成了湿气的一种堵塞 所以我们一般呢 先从中间向下刮到尾骨的地方 然后左边 那么膀胱筋 然后右边膀胱筋下刮 在这个刮的时候 我们可以体会到 像这个地方是肿的硬的 这个地方是硬的 这个地方是肿的 像这个我们摸起来的时候呢 像这个地方 它是肿的 这里没有这么肿 这里是肿的 所以在命门这个地方 在这个肿的地方 在这个肿的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拔灌 因为这个肿的地方 摸起来里面 这个是空的 像这种现象的话 它就代表这里面 堵塞了所谓的这个风湿 堵塞了淤血 它没有办法去除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肿起来 肿起来以后呢 所以前面的这个毛病呢 你怎么治也治不好 它的根就在这一个部位 护科内科的毛病呢 除了腰以外 这个脚的地方呢 最重要 尤其这个内怀 这叫内怀呢 照道理来说 这个地方应该有个骨头 凸起 但是我们已经发觉到 没有了 其实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当你的内怀骨看不到 而旁边都肿起来的时候 基本上你的护科病呢 基本上绝对治不好 而且去治的时候 多半都是死好死坏 它只是暂时性的抑制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的正中心 这个地方应该有个骨头凸起来 但是你看没有呢 反而这边上呢 超过了它 就表示这个地方是肿的 是肿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要刮痧拔冠 然后它这个肿的呢 才容易去除掉 鼻子两边长白斑 这个正好呢 它是属于我们的 这一个大肠筋 这个地方是银香穴 所以肺大肠功能不好 它容易长白斑 所以第一个我们局部刮痧 第二个呢 我们要刮它的肺部 像这个地方你摸摸看 可以发觉到这里面是肿的 这痧很清楚 这地方是硬的 所以这三个地方呢 要拔罐 要拔罐 第二个呢 它的嘴唇上面也有白斑 嘴唇的在中国传统医学属护科 是属皮 皮 皮开效在唇部 所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肿的 不会有效尿病 还是肿的 是肿的 肿的 这个地方是肿的 也是肿的